开门 开门啊 我们又有个意外 李总监出门也不带钥匙 你干嘛去啊 看我的 哎 我能翻过去吗 你要干嘛呀 别说话 别碰我 别碰我掉下去了 很简单嘛 门怎么锁了 我刚刚就想告诉你 自从我知道你可以从阳台翻到我家之后 我每天都会锁门 好你个李泽呢 防火防盗 防到邻居头上来 来来来 你先回来 开锁公司没人接电话啊 你看你这门锁的 也不知道是防谁 要么你今天就睡这儿 反正也是你的家 没人接着呢 我应该要不服你 我会吗 你不睡觉 我会把你给你 好吗 你不睡觉 我会不会睡觉 我会睡觉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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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李宗盛吗 我是物业的 对对对对 难哥 你这是怎么了呀 昨天睡得一寻假 没有睡好 现在浑身不舒服 折腾了一夜 要不要给你买点补品 补补身子 你这个脑子一天都晚想什么呀 我和他各睡各的 什么 什么什么呀 是吗 王天宇啊 我问你个问题呗 你问就问嘛 干吗叫我大名了 说吧 你说 现在的小姑娘脑子里面 都在想什么呀 这个问题啊 有点深啊 现在的小姑娘脑子里 在想什么 我估计啊 全天下的男人 都想知道这个答案 我这问题怎么会问你呀 男哥 你是不是有什么感情困惑了 我能有什么感情困惑的 那个 我八卦一下啊 你跟那个叶璇 是什么情况啊 我和他朋友什么情况啊 太吓人了你 奇怪 我先去忙了 那个 你慢慢笑吧 哎呀 起床了 大工人 咱还在睡觉 哎哟 你吓死我了 吗 你昨晚啊 儿没睡好吗 嗯 没有啊 精神症呢 你醒醒一会儿老徐来了 挺早啊 那个 徐总 一转你过来去 怎么了 徐总 这个电视剧拍得还挺顺利的 主要是您掌握大局掌握得好 就别夸我 是这样吧 理论上呢 是这个广告上线三天以内 加方发尾款 是吧 这都一个礼拜了也没动静 你去问问李泽南怎么回事 好吧 那 那我给他们打个电话 回来回来 要不你亲自 跑一趟去找李泽南吧 咱虽然是要钱 但也得有点诚意 你把这个月饼给他拿着 月饼啊 徐总 这 这中秋节都过了 这从月饼不太合适吧 这 打围款的日子不也过了吗 这 这都过四天了 得抓点姐 这钱要回来 我给大伙发 发奖金 对吧 你看那 你像饿狼似的盯着呢 抓紧啊 好嘞 我给你打发比手 我给你打发了 hguru 你打发了 我给你打发了 你打发了 汤酒吗 不好意思啊 我扶了 好的 来 是你啊 不好意思啊 你刚刚已经说过一遍 不好意思了 这位小姐 我是说昨天 说好一起聚餐的 我还嫌弃 这我开始拿下婚婚计价了 下次要补偿我 知道了 那吃的是什么呀 甜不辣 听什么 甜不辣 这名字很适合你当下的心境吗 我还什么呀 我现在都快落哭了 怎么了 实总叫我去收尾款 那你不赶紧去 我去啊 那我不得先吃点饭再去 十点半吃午饭 现在十点半 我过去就到饭点了 而且 我不是去要钱了 我又不是去要饭的 我哪能残入饭点吃啊 是不是 我看你是不想见到李泽南的 你们俩昨天晚上 是不是发生什么了 你是不是想问问我怎么知道的 太明显了好吗 我怎么没感觉的 你能感觉出来什么呀 你连我 你连我 算了 走了 你去哪儿 你去哪儿啊 疗伤 你怎么了 你哪儿受伤了 行 啊 亲爱的 你也别就光坐着 你喝点啊 你看服务员对你多好 看你一个人在这儿 还特地叫我来陪你 这么高了 这么高了 失恋了 我就被失恋了嘛 有什么大伙 别管 管 你说命 坐稳了 其实呢 今天我也失恋了 那你看我不刚刚没试人是吗 有什么事是 一顿火锅解决不了 一顿解决不了 那就吃两顿 对吧 最后啊 哥哥再交给你一个道理 如果你给不了一个女生幸福 你就给她祝福 服务员 服务员 小姐 请问您有什么事吗 这什么意思啊 放着熊在这儿 还有吗盯着我 不吃也不喝 什么意思 拿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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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 您想要什么 我想要什么 你这儿都能有吗 我想要单身的小哥哥 你这儿有吗 单身的小姐姐 是啊 不知道您想拼桌吗 好看吗 那还不赶紧下副碗筷啊 好嘞 让我过去 凭什么 你让他到我这儿来 有意思 把这份鸡尾虾给他送过去 竟然骂我虾 服务员 你把这 这一个鸩唇蛋 给那桌送过去 居然叫我滚蛋 他在哪一桌 他在哪一桌 他在哪桌 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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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